民眾黨責任額是3月31號之前要截職 壓3月底 現在324到326之前 這個威京集團的7人頭 再加上這個90萬 我們還不先不講他們是什麼 加起來剛好等於柯文哲的責任額 田底下有這麼巧的事 我跟你講這個案子巧的真的不只是這件事情 你看324到326之間 威京集團7人頭進來210萬 我沒有聽過說哪一個辦公室 有在團捐政治現金 有團購沒有團捐的 對啦你團購兩天之內要付錢 不然這樣子我們要跟人家代購下單 政治現金怎麼那麼巧 你們威京除了有7個大顆粉 還剛好大家想到說 對這幾天要去捐 怎麼可能 那以柯文哲來講 現在被告自白 我認為已經不那麼重要 在過去還沒有確切的客觀很多的人證物證堆疊的時候 被告自不自白那是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沒有其他證據堆疊起來 假設他承認你是案子就好辦 假設他不認你是案子難辦 但是現在堆疊到現在我覺得客觀的市政應該足夠了 李文中 朱雅虎這兩大的白手套對接就可以把神 沈慶金宇宙跟柯文哲宇宙連接起來 再加上這旁邊的這七位威京集團大顆粉 如果供出來說這真的是沈慶金宇宙 已經五個供出來了 對 已經供出來了嘛 接下來還有什麼 接下來這些帳戶裡面的金流 有一筆一筆的勾出來要花時間 可是一旦被勾擊出來他就是一個客觀證據 對 因為他是匯款的紀錄嘛 他可能是純線的紀錄嘛 這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證詞啊 他是一個客觀有發生的事實 是 所以他要花很多時間在那邊勾金流 然後呢很多時間去整理這個交叉比對證詞之後 柯文哲如果你今天不來 不好意思 沒關係你要改天吧 因為現在我已經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我最後在增結 最後一個階段的時候再提你一次來問 你那個時候如果你承認 OK 放後態度良好 但是如果你那時候還不認 難道都不起訴嗎 沒有 他只會說被告適詞辭狡辯 對 毫無悔意 放後態度不佳 毫無悔意 請求重刑 就有可能變成求除重刑的理由嘛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以柯文哲來講 他有時間換空間 爭取這個訴訟策略重新擬定 但是如果還有下一次損換我認為他應該要應訊 我也認為他應該要交代 因為這也許是他爭取能夠重新的最後一次機會 阿妙 現在民眾黨還在搶 你們去查查其他政治人物啊 他的募款的 阿諾阿諾啦 可是我就問嘛 比如說他們最近攻擊郵書會對不對 好 那我就問 有沒有對價關係嘛 民眾黨現在最大問題是什麼 這些什麼張志成啊 什麼陳秀桃 紅秀鳳 全部是金華城裡面的人嘛 阿諾阿諾就把他進化成喬龍秀 就叫對價關係 可是我覺得四叉貓真的破案了 四叉貓特別找出什麼呢 這是民眾黨的募款責任額的規章 主席責任額150萬 市長150萬 柯文哲那時候剛好兼具兩個 就是300萬對不對 300萬 然後在什麼時候呢 每年3月31日前繳交完成 結果偏偏剛剛好 3月24到3月26 就這一組原本是講210萬對不對 就沒想到 又多了張圈結 葉圈月 葉圈圍 林圈顏 裡面總共30萬 10萬 20萬 總共90萬 加上210萬 就其他金華城 剛剛好300萬 這是募款責任額 這Bingo的8秒 這個一般人 開公司做生意 可能有這所謂 趕3點半的經驗 對 就是票快 扎不過來 扎不過來 3點半前趕快 壓在裡面去 那這個時間點 今天拿到說 民眾黨 責任額是3月31號之前要截職 扎3月底 扎3月底 現在324到326之間 剛剛好 就有這個210萬 這是來自 威京集團的7個人頭 再加上90萬 我們先不要說他們是誰啦 先不用去界定他們是誰 因為檢調也還沒查出來他們是誰 但加起來 我沒有查出來他們是誰 裡面有建商的資料 所以我把馬賽克起來了 人家說不定 留個活口 年輕人也是很支持阿伯 對不對 也有可能 剛好呢 這個威京集團的7人頭 再加上這個90萬 我們還不先不講他們是什麼 加起來剛好等於柯文哲的責任額 田底下有這麼巧的事 我跟你講這個案子 巧的真的不只是這件事 你看324到326之間 威京集團7人頭進來210萬 我沒有聽過說哪一個辦公室有在團捐政治現金 有團購沒有團捐的 對啦 你團購兩天之內要付錢嘛 不然這樣子我們要跟人家這個代購要下單嘛 政治現金怎麼那麼巧你們威京除了有7個大顆粉 還剛好大家都想到說 對這幾天要去捐耶 怎麼可能 他們捐錢像上廁所一樣 要不要去一下我們走 我跟大家講2020年那時候1月幹嘛 總統跟國會大選 如果真的是鐵桿大顆粉 那你一定在1月之前就捐了嘛 沒錯 你要挺科要前進國會 要讓蔡壁如進立法院嘛 怎麼會總統大選 你國會全部都選完了 3月份的時候突然 時間到了喔 要捐喔 這個完全在政治上面 而且我覺得我們不用講合理器 因為這7個人裡面有5個已經認了 是長官給我錢叫我去捐的 現在這對柯二來說就是最兇險的地方 對 5個認了說長官 沈慶金給錢叫他捐了 啊沈慶金為什麼3月24到3月26突然要捐 我們金華城吊河小組不是有挖出公文嗎 黃錦茂的公文 3月10號的時候印小微便當會 對3月17金華城寄陳青函給市長 3月19市長就交辦 319交辦都發局之後過5天 210萬陸陸續續進來 進來之後怎麼樣 到326這些錢都進來之後 黃錦茂上簽 柯文哲問說金華城案我們把它交都委會研議好不好 對 當否還化掉 對啊 柯文哲4月15號蓋章核四就是這樣子幹 是私人案件財頭案件送都委會 叫都委會當他補習班老師 對 怎麼這麼巧這整個時間點 所以現在為什麼這七個人頭重要 為什麼這個募款責任額的時間點重要 因為大家在問說有金流的話 對價關係存不存在 金流是一個條件 對價關係也是一個條件 先講他金流 現在看他整個金流的話 其實就是合法掩護非法 就一句話這麼簡單而已 這個黃國昌一直在講說 阿伯的金流 如果沒有阿伯的帳戶 沒有佩席的帳戶 你憑什麼說他沒有拿錢 所以現在是怎樣 康萊爾法學博士發明 如果是賄賂的話 送到政黨的帳戶就不到賄賂嗎 那請問藍綠要比照辦理嗎 可以嗎 要去喔 可以這樣的喔 對不對 你說今天收賄 收到自己口袋來亂收賄 指定送到你政黨就不算的話 那這樣子我跟你講 全台灣各個政黨 我們也成立個政黨 對啊 全台灣各個政黨大家都來嘛 那你的政治不是敗壞到幾點了嗎 這個有時候我們查刑案啦 有時候沒有留下指紋 是為什麼因為你有戴手套 對 那重點是說你手套藏在哪 現在柯文哲的手套 他就是藏在禁辦 藏在他的黨的政治獻金裡面嘛 他的手套被手押了 對啊 他的財務長李文中嘛 之前他講說我當財務長我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我們來看的話 我認為應該是什麼都知道啦 對 就是因為什麼都知道 所以柯文哲才臨時拒絕傳喚嘛 對 因為他要想一下現在劇本是什麼 你要回答問題 其實也是困難的喔 喔你說柯文哲拒絕傳喚不是拍信的欸 是他需要爭取時間 我跟你講柯文哲喔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啦 其實是聰明 就是說他不會沒事塞信的 你看他前面四次 對不對 還面露微笑 對 所以我都搞定了 欸結果突然之間為什麼不出來 我過去監督他這麼久時間 他的性格就是遇到了真的 他不能回答問題的時候 他都會賴我不知道 喔 他一定會這樣講 我不知道 細節 我不知道 這我沒有在管 那是我不清楚 不要問別人 他都是這樣子 那可是問題是 當李文中跟朱雅虎 如果有透露事情的話 他這個我不知道這四個字 肯定被打臉 破功 人家檢察官光問一個問題嘛 324到326之間 這7個人 這210萬 怎麼回事 為什麼沈慶晶會交代 這其中的五個人 送錢給你的黨 對 他怎麼回答 我不知道 錢就自然進來囉 這個絕對被打臉了啦 那要怎麼解釋 他要時間去想欸 他首先 他的律師要先了解說 現在狀況怎麼樣 幫他評估一下 對 第二就是 他要找出一個 還能自圓其說的說法 他就只能講我不知道 如果不能自圓其說的話 不如不要說 就他行使他監默權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前面講說 檢察官為什麼這個台風天還要去拼還要去整理 因為積壓時間是兩個月 對 那我會認為說檢察官的目標應該是 放在最上側就是不需要延壓啦 直接就把他 兩個月之內起訴 對 因為如果你延壓的話又有一波會被正式操作嘛 對不對 那你兩個月之內起訴 現在剩一個月時間 你要整理所有的捐證的時候 這個時間要把握 對 那以柯文哲來講 現在被告自白 我認為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在過去還沒有確切的客觀很多的人證物證堆疊的時候 被告自不自白那是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沒有其他證據堆疊起來 假設他承認你是案子就好辦 假設他不認你是案子難辦 對 但是現在跌到堆疊到現在 我覺得客觀的市政應該足夠了 李文中朱雅虎 這兩大的白手套對接 就可以把神慶金宇宙跟柯文哲宇宙連接起來 是 再加上這旁邊的這七位 魏京集團大科粉 如果攻出來說 這真的是神慶金 已經五個攻出來了 已經攻出來了接下來還有什麼 接下來這些帳戶裡面的金流 一筆一筆的勾出來 要花時間 可是一旦被勾擊出來 他就是一個客觀證據 因為他是匯款的記錄 他可能是存現的記錄 這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證詞 他是一個客觀有發生的事實 所以他要花很多時間在那邊勾金流 然後很多時間去整理交叉比對證詞之後 柯文哲如果你今天不來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我已經不是那麼需要你自白了 不重要了 我最後再增結 最後一個階段的時候 再提你一次來問 你那個時候如果你承認 OK 放後態度良好 但是如果你那時候還不認 難道都不起訴嗎 沒有 他只會說被告 誓詞狡辯 對 毫無悔意 放後態度不佳 毫無悔意 因為他 請求重刑 咬有可能變成求除重刑的理由嘛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以柯文哲來講 他有時間換空間 爭取這個訴訟策略重新擬定 但是如果還有下一次存換 我認為他應該要應訊 我也認為他應該要交代 對 因為這也許是他爭取 能夠重新的最後一次機會